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去年8月美军撤离阿富汗之际 一架美军C-17运输机在喀布尔机场仓促起飞 造成至少两名阿富汗人坠亡 在近10个月后 美军方宣布对涉事机组人员的调查结果 认定他们的操作遵守了相关规定 那么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美军肇事文言免受追究 这不是新闻 人们已经看到太多美国为美军罪行 袒护开脱的案例 2021年8月29日 驻阿富汗美军以反恐为由 使用无人机 袭击了喀布尔一处民居 造成实名平民遇难 其中最小的只有两岁 但美方却宣布参与喀布尔无人机袭击的军事人员 不会因此面临任何形式的处罚 2020年9月 为了报复国际刑事法院 对美军在阿富汗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 美方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两名高官实施制裁 2019年11月 三名在阿富汗伊拉克犯下战争罪行的美国军人受到赦免 一桩桩冷腹无情的案例告诉人们 美国对他国百姓的死活毫不在意 对他国民众的人权更视若无误 美军随意杀人可以免受惩罚 因为美国强大 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百姓被任意杀物 却无处申冤 因为他们弱小 这就是美国的规则 21世纪的丛林法则 但是霸权不会长期横行 正义总会得到伸张 诗人已经看清美国所谓保护人权的虚伪面目 美国强害各个人权的罪行 必将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